大家晚上好 好 非常好 給自己 ISA給掌聲 大家就幸福了 今天是我們 第六天辟國 對不對 有些朋友 很像是第幾天呢 第七天 第七天還有勒 十多天 十多天 二十一天 我来掌声鼓励鼓励一下 好 非常好 二十一天的一天 二十一天 好 跟我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有好多不同的同学来嘛 那最年长的到底是有几岁呢 有没有超过五十五岁的 举手名 到底是超过五十五啊 五十六 五十六 Margaret呢 五十八 五十八 不像哩 然后我们的嘉玲姐呢 我最大 六十五 好 好 太大了 太大了 好 还给我们的长辈们特别的考试 太大了 是我大哥大姐 什么长辈 我也是大哥大姐 大哥大姐好 好 所以呢我们嘉玲姐呢 他就是第一次跟我们 还有东尼哥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跑山哦 所以呢 希望大家度过非常愉快的时间哦 也是跟我们一起修炼出真 所以呢这次的这个修行之旅呢 是叫做这个东隆寻珠哦 哇 听到那个台词哦 都非常震撼 因为我们亲身体验嘛 我们又去寺庙啊 又去那个高山啊 不同的地灵点 大家都是有这个提到于身 提到于心的感受 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邀请哦 很多朋友 好朋友啦 一起来 做一个小分享 为什么要分享呢 因为分享过过这些领悟呢 都是属于你自己的 哦就可以达包 带回新加坡 带回台湾啦 对不对 然后呢 受益一生 好不好 所以呢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先想一想 自己要分享些什么呢 通过这个旅程哦 大家就是领悟到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领悟到什么东西 还是有什么人想要感谢的 还是 察觉到有什么改变呢 自己的变化 无论是在身方面 心方面还是灵方面 好不好 那我先 开始啦 好不好 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 好 好 那这是我第六次哦 参加OSS 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修炼 真的是受益不穷哦 因为呢 每一次的这个修炼过程呢 我都好像 大家好像是一个这个洋葱的这个样子哦 然后呢 每次一哭呢 好像一丑一丑一丑的跟他破坑 哇 然后呢 发现自己的心胸啊 比较宽敞 哦 整个人的格局 无论是在身心灵方面 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无论是在看东西啊 啊 的深度啊 高度啊 跟宽度啊 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在智慧方面呢 真的是也有进步啦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 哦 我们的嘉老师 哦 来掌声热烈 每一次的旅程哦 嘉老师都非常不值劳苦的就是 带领大队一起去高山啊 去生动啊 哦 跟我玩探山越林啊 对不对 哦 真的是昨天的我们的探险记哦 大家都都惊吓 对不对 可是 我们还是顺利完成了 对不对 所以给自己个热烈的掌声啊 那这次的修行之旅呢 对我非常大的这个这个 这个领悟哦 是当我就是在这个大日如来佛的面前 然后呢 当我在跪拜的时候呢 我发现 诶 哇 怎么他的这个佛像哦 都有这个 金黄四射的这个佛光哦 就是冲出来的样子 然后呢 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出来 就讲说 父母在你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是谁 然后他的影像出来就是大日如来 哇 那时候我真的是整个人狂然大悟 就想说 诶 原来我的自信 大家的自信 老师每次说的我们的发生不灭 就是指的就是这个 然后呢 我突然间就大哭一场 因为就是 从来都没有去真正的去看到 去摸到 哦 然后呢 这次的这个修行之旅呢 真的是感触非常深 然后就大哭一场 然后呢 真的是非常感恩老师 就是这一年多两年的教导 然后呢 通过每一次的修炼之旅呢 都一层一层的帮我就是 加深我的这个根基 让我就是以比较高的角度哦 去看待我的人生 所以呢 真的是非常感恩 所以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修炼之旅呢 它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脱胎换活 因为我发现哦 我每次去的这个修炼之旅呢 它在我的这个修炼的这个过程呢 真的是有大大的提升 我们是在身体方面 比如说在新加坡哦 新加坡 这个下丹田呢 还是中丹田 还是这个上丹田 它的这个感应哦 不是说很强 哦 可是呢 每次来到就是修炼之旅 台湾啊 日本啊 欧洲啊 不同的地灵点 哇 它的场景非常棒 然后呢 它能够快速的把你的这个 心灵方面 身体方面 跟就是 我们的不同的这个三种线 的这个宽度深度跟 就是我们的不同的领域 跟它扩展 所以呢 我发现 诶 怎么我的这个头骨 开始扩大了 诶 怎么头顶上好像有一些 小小的头出来了 诶 好像真的是有进步耶 所以呢 我就发现 哇 真的在国外修炼 跟新加坡修炼 真的是不一样哦 老师真的是没有骗人 他讲说 我们每天哦 在家里练哦 自己在家里练哦 真的是呃 这个工地呢 不比过在国外 在不同的地灵场 修炼更加好 真的呢 所以我们要非常珍惜 非常感恩老师 不辞劳苦 带领大家一起来修炼 好 所以我就说到这里 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 邀请一下我们的 呃 同学 还望我们的 慕一天大姐 来打头证啊 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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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好 这是我 是我第四次 跟老师一起出远门 啊 第一次是在台湾 那是两年前 两年前那时候一晃 老师已经一直讲 会来日本 会来日本 那时候我坐在那里 不晓得会不会跟着来 就今天就在日本了 很快 所以时间 很紧迫啊 因为 两年前讲 现在在这边 所以我们要做紧时间 那这一次 觉得很震撼的就是 我们常说肉眼 不能够用肉眼看太阳 对不对 那天那个奇迹真的是 起初我以为是 老花 加三光 加 加 加又开始近视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 perfect 就是 我的视力是十全十美的 那上了年纪就 退化 那最近 为什么我看那个太阳 是我的眼睛有问题 后来 听旁边说 欸是这样 我觉得很安慰 很安慰 至少说真的 天象呈现给我们的 我们 我想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样的 形态 现象 跟 不在场的朋友分享 我相信 就算录起来 也是 不能够观想的这么好的 所以那些没有来的同学 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想 我会争取 每一次老师出远门的时候 跟着去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里面天价值 他是我们的忠实支持者 每一个修店之旅 通常都会看到他 同学们请问一下 你们通常在上老师的课的时候 很像当天你们有问题 想要问 可是你们没有去亲口问 可是 恰恰好 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竟然回答了 可以举一下手吗 大家有没有真的经验 很好 你看 老师是他心通的 所以你们不要乱乱想东西 他是会知道的 所以呢 通过老师的这些课程呢 其实 因为我也是 学了差不多一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 通过老师的这个课程体系呢 他是有理论方面多的 理论方面 老师也是帮我们 就是巩固好我们的基础 然后在这个实证方面 就是在修练方面 也是一步一步的带走我们走 然后最棒的是呢 每次你们到了一个次地 对不对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看到光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老师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 所以你就知道 你到你走的道路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这个呢 就是可以确保你是 往正确的道路走 而不是往邪道那边走 所以老师经常会讲说 要提到余生 提到余心 你看我真的都背下来 对不对 所以你听了这个广播 听了这么久 多多少少 还是会收到一些东西的 所以大家是有希望的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呢 我想邀请的就是 我们的 Margaret 大姐 来来来 Margaret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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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可以叫你们同学 很有名的 好 这个是我第一次跟老师的团队 所以就去努力 一切都很满意 也多谢你们的照顾 也辛苦你们 因为真的是不容易 答应了一堆人 这样说些你们 这次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这次我吃了很多 像是蒂古的 他们都知道我一直在买鸡 但是我一直在吃过 最近那些食材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好像是在蒂古 三次我去欧洲的时候 蒂古的时候吃很少 但现在就觉得 就好像是身体招人 对于别的感觉 这次我比较迟钝一点 可能我的WiFi没得行 没有download 所以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次我真的要感谢你们 谢谢 刚才他分享的是 你们在蒂古 可能这次大部分人 主要不是第一次的 都会吃很多的东西 之前要吃的可能好几倍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次来主要是 替我们全人内消杀业的 所以你要不停地往外释放 当然你们第一次闭谷 要靠这些人不停地给你们提供 所以你们应该买单的 这个水果的钱 应该你们第一次闭谷 要买点单 还有大家不要对感觉去追求 因为我们修道的人呢 不是要去找那种感觉 主要是你自己在参与的过程中 能否进去那种无我的境界 你进去了就OK了 至于说那个感觉有没有 凡所有相结是虚枉 但是你有分享出来 分享出来是 激发大家的那种 八十库中的一些印记的东西 是帮助别人 你自己感受到的东西 要分享出来 尤其在这种给大家分享的 现场的时候 回去就不要乱讲了 否则人家把你送到精神区院 对不对 在这当然你讲 特别你讲了 老师觉得你对 认可一下 哎 你就得到了 你不讲出来 反正错极水 并且你们同时上台的人 都会得到一属光 本身老师就在价值你 不单老师在价值你 上面的师父也在价值你 因为你在分享法 我们有护法师 他就在固执你价值你 所以你得的法 你自己的不管什么感受 你都可以讲 没感受也是可以讲 也是一种感受 那么这是很老实的 有的人还故意的瞎编 对吧 那么我们很诚实 很政治的人说 我只看到光 哇 你已经不得了了 你看见光了 你还说你没感觉 还没看到东西 因为普通人他连光都感觉不到 所以你能够提到于身 就是身体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有非常深的感觉 提到于心 你的心如明镜一般的 照出什么东西 你就分享你的心上的领悟 心上的感悟 不必要跟人家一样说 苦思冥想 我怎么去说 不要 你就是站在那儿 胡说八道一通就对了 那就是最好的分享 OK 谢谢 好 谢谢 好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你知道我们不是有去一个 就是药师佛寒真累的那个 魔像吗 记得吗 然后我就发现 当我跪拜在前面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我就感觉到他的这个悲伤 然后呢 突然间身体的好多众生 真的是很多 是累世以来的那些众生 全部好像在把他们的希望 寄托在这个肉体上 就想说 啊 就靠你了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 不要去小看它 既然我们这次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这一世修到这个正法 大家真的要珍惜 因为呢 就靠我们了 就靠我们这个臭皮囊去正悟 然后把就是正确的东西去发扬光大 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继续保留下去 继续发扬光大 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情景啊 可以分享出来 因为我们这里呢 就是互相鼓励 互相勉励 因为我们的在这个道路上呢 道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要互相扶持 就像我们昨天的这个探险记哦 大家也是扶持着彼此哦 才成功登上我们的这个山 所以呢 大家继续加油 好 我这个借着您的话 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为什么密法特别重视 要是佛的这个修法 实际上一个很简单的 什么 为什么要修要四啊 就是没有病啊 对不对 你就是要修一个没有病 没有病的身体 如果你身上还有病 就要有漏之身哦 就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哦 你不管是什么病 它都会让你气坏掉 所以是要是佛的十二大院里面 很多大院是帮助我们消五十节的重罪的 包括你杀父杀母 骂佛 杀佛 什么不相信佛 诽谤他 这些无你重罪 以前在这个佛法中 无你重罪是不得 就是不得超生的 你要在入无间地狱中 你要在入无间地狱中 所以是那么后来佛佛 释迦努尼他特别慈悲 他后来在这个法界中 他发现原来要是佛有这个大院 有十二大院 所以他把这个七佛里面的要是佛 阿弥陀佛的上手 因为他在释迦努尼的左手 阿弥陀佛指在释迦努尼的右手 那么这个就是说 显示出佛法在其初的时候 特别重视这个修灭 就是对自己这个气圣 为什么这个在中国古代也叫再道之气 就像你刚才他感触到的 就是说你体内的重生 不但是体内的 包括你的九祖的所有的希望 九祖的超生 都在你这个臭皮囊上 你如果古早的把这个臭皮囊丢失了 你是为大不孝 所以在孝道里面 这个五后为大其次就是说 你不得毁坏身体法复受制父母 你没有权利去自杀 你没有权利去毁坏你的形体 你没有权利让自己的身体生病 这是第二孝 所以孝道的第二孝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身体 修到健康 尝受 为什么你要这辈子成就 你成就的是祖宗的希望 你的祖宗九祖就超生了 历代祖先就有希望了 那么同时是你体内所有的众生的期盼 因为只有你成就 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脏腑的神才能够一体成就 你的三魂会变成过去三世佛 你的七魄会变成七佛 在你的身周围维护你的身体 体内的所有众生 光中化佛无数以化 菩萨众一五遍都可以同时成功 所以大家要重视 那么要是佛的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邪式 一个是日光菩萨 一个是月光菩萨 日月合在一块都是个明 实际上要是真正的法是什么 还是密法中的宝悦伦的行为 还是这个东西 密法中为什么最后特别重视要是佛 还有一个黄教 那么黑教 还有一个什么教呢 花教 它基本上都是要供奉要是佛的 也就是密教修持 一定要通过要是佛的十二大院 还要是佛的日月同归的 这个保月轮的修法 那么只有用这个用其光 复归其明 才能够把你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合 统统光化 才能练成不漏之身 就是金刚之体 所以说这是密法传承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 但是很多人把它归为杂密 就是说在唐密之前 或者藏密之前就有的要是佛 那么他们不重视 实际上这个是不懂密法的人 真正懂密法的 一定要重视要是法的修炼 你们中间有上过十字班的人 所以说我们有传要是的十二大院 要是佛的修炼方法 要是佛的修炼方法 那么大家要重视 重视这步法 好吧 我就补充到这里 所以我说大家要敢敢分享 就可以激发老师速度一点东西 让我们大家可以学得更多 那下一位我请一下我们的苏老师 来分享 老师晚上好 同学们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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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修行之旅 老师组织的修行之旅 只有一次我没有去过 其他的我都有去 而且我觉得收获太大了 就是我们付的那一点小钱 但是得到的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 这一次来到日本呢 有很多体验 就是在身体方面 到每一个点呢 我觉得玄界师父太慈悲了 还有老师太慈悲了 他们都一直要帮我们 想尽办法帮我们 所以我们就 不要辜负他们 大家要努力 就是回去要努力的练功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跟日本有缘 可能就是因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给我们留下了阴影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跟日本有缘 但是来到这里 应该是有缘 应该是有缘 而且这一次的旅行呢 也记得我们有一次去那个 什么道场 然后有一群学生在表演那个音乐 对 我觉得那一场是让我们看到日本人 也有他们的真善美的意义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仇恨都放下来 而且这两天来 我们在富士山做的仗美 我们真的要真心的仗美 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的恶意 这一条路 老师已经帮我们指出来了 就那一条路 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去走那一条路 在途中呢 一定会有障碍 会有一些荆棘 会有一大滩水 还是一滩滩的沼泽 但是只要我们互相扶持 坚持下去 我们最后一定会走到那个终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我们的思路老师 对啊 这条路真的是不容易走 可是呢 通过老师三十年的研究实证 然后呢 帮我们就是把这个体系给跌出来 从我们的基础班 从我们的初级班 然后等等 上互称楼 帮我们慢慢的建立好我们的基础 真的是有一位名师来指导我们呢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非常幸福 真的我们非常幸福 所以真的 大家要珍惜 好不好 我们给我们的玄介师傅 还有我们的张老师 谢谢 好 下一位我请一下我们的金庸 Sally 大姐来 来了来了 听说你屁服很成功啊 这次 老师 好 大姐 好 好 好 因为 我一时以来 我不可能病 因为我没有咖啡是不行的 然后我没有想到这一次 我能够 已经五天 不喝咖啡了 而且也没有进去 而且还可以吃这些蔬菜啊 这个是给我很大的考验 而且我只是来上老师的第一个课而已 连我就没有再继续上来了 这一次我来的感受很大很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样体会到这么大的感受 不要讲 那天气呢 今天就好 今天在山上的东龙珠的时候 我的感受很大很大 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洞里面 连有很多光 光了连 我就一直进 一直进 连我又好像飞啊 飞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飞 我的手一直叫飞 连又停 连我就看 下面这么多 有树啊 你有石头 你有白白的东西 连我又好像又进入一个 山洞里面 又像一个龙的肚子里面 很奇妙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老师讲要躺着睡 我不能够 所以我就直接进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只是 出邪者不像这些师姐 他们这么 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很好奇很想 问老师为什么我会这样 而且我到最后的一个步 我每一次都有一个动作是这样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在 那个富士山 昨天的富士山 你们每个在看那个夜轮的时候 老师说闭着眼睛 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景色 是有 好像气粒 好像 气粒 那个 气星 它有线的 然后等下就变成一个眼 连就一条东西 又像箭 又不像箭 然后我又进去你们看好像要动 里面有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一次好像 我来得很 没有遗憾 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真的会来到日本 而且我觉得我的收获很多 同学们问我 你收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收什么 他一直给我就收 你收在里面 说什么 我说我也不懂 我就收 我就一直说 每到一个近一点 我都 一定有感觉 因为我还可以 观想到 好像是一个观世音菩萨这样 尤其是在今天 晚上那个东龙珠的时候 他在影像那边 我感觉到 好像 我是懵懵懂懂 我感觉到好像很多菩萨 我只是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每次 一直拜 一直打给我就拿 所以我 这一次 这 六天里面 我很感恩老师 这一次我能够 来到 日本 这里 我也不后悔 我回去会跟我先生讲 你没有来真的是 没有来 因为大脑不到 假期 所以我一定要回去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来 下一次老师 原本我 那几天又下雨又热 很累 不过 尤其昨天 我的心 不热 不冷 很烧 整个人烧 而且我是一个极高症的 我不能够在五楼以上 我整个人就会 昨天我不会 而且我看下去 我怕老师讲反息呼吸 我会整个滚下去 所以我 又不但敢反息呼吸 因为我又坐在那边这样 我又看那个 我又 连我又很担心 那个惨了 所以我这几天 每一天好像都有收获 只有那一天 哭得很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的我都觉得 蛮好 谢谢 好好好 他这个我给大家填写一下 大家可能觉得他有点精神不正的 那个 记得我讲课提到呢 就是每一个人不要小看自己 要高去所高 就是因为不是你真的很高 是你的灵性真的很高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大日如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分出来的一个细胞 然后不停的在城间 堕落堕落堕落 所以我们要回归母体 记得我曾经讲过我们的这个佛光 有三个层次 第一是佛光点 就叫星光点 第二是星光团 第三才是星光体 所以大日如来也好 上帝也好 最后他是可以用一个体来形容的 那这个体呢 是什么样的 就是人长的什么样的 他就长的什么样 因为在圣经中讲说 上帝创造的人 是照着他自己的一样 活在的创造 所以说那么你想上帝长什么样 跟你长的一样 你有胳膊腿 他也有胳膊腿 你有思想 他也有思想 所以说我们的大日如来也是一个 活活现现的一个佛陀 他是真实的 所以大家到东龙来寻朱的过程中 特别的殊胜在那里 因为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无论他是佛 释迦牟尼 阿弥陀佛 还是要思佛 都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还有观音菩萨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是你当你什么身得度之 大日如来就化什么身来度化你 你是想圣某玛利亚来度你 那么大日如来照样可以化成 圣某玛利亚的身来度你 那么所以是大日如来既是上帝 上帝既是大日如来 那么上帝又叫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也是上帝 就是凡所有相结是虚妄 但是你想以什么相 来跟这个宇宙的本源的目的 这个佛魔 来相应 他就会献什么身给你 凡所有相结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实见如来 如来是没有相的 但是真因为他无相 所以他无不相 他可以献出很多的相 所以说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 在累劫的修炼过程中 跟哪一尊师尊能够相应 他就献什么相给你出来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 为什么要无我 为什么要去自己的知见 知见立之 社会无名本 比方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关到 实际上你还是停留在逻辑思维上面 你说我想一想 这是对吗 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看不到 我睁开眼 为什么没有 他们都精神不太好了 然后我是精神正常者 那你就停留在逻辑思维 你就没有进去那个无我真空 你没有超越第八 进入第九 第九就是要广心呼吸混沌 你才能进去 如果你没有广心呼吸的混沌状态 你很难进去那个第九的真空无我 然后又像镜子能够映现东景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大家是各行各业中 都在做着一份工作的人 但是无论你是什么工作 这不代表你的自己的灵性 只是代表你今天的职业 你为了谋生 你在做这份工作而已 那么每一个人 上次天子 下次孰明 一世以修身为本 就是来都是借这个肉身来修炼的 然后借着这个肉身成道的 借着这个肉身跟大人如来合一 不二的 他是你的发身 当你跟发身不二的时候 你的肉身就展现出发身的法力 你就活力无边 你就法力无边 因为他静虚空编法界无处不适 这尊佛 那么他为什么说在灌月轮的时候 他会灌到一串一串的 像心有线一样的 实际上这个是在内景图中 没给大家道出来的一个秘密 这个叫一个童子把贯穿 把贯穿 一个七星把它穿出来 最后变成六斗 六斗就变成一个不死的 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心 那个就是大日 这个就是大日经中讲的一个核心 怎么如何用曼达拉 把自己的那个大日的胎藏的 那个心炼出来 心炼出来 那么这个心炼出来以后 它会变成金刚道种 会变成菩提种子 那你要找个地方去种下去 种到哪里去 所以是你还要跟侄女 除了这个童子 这个心上的童子以外 你还要跟侄女去结合 就是在这个脾胃的地方 有个侄女在侄布 侄女大家知道牛郎跟侄女 那么你没有侄女的细细直 细细缝 细细的去运作 那么你不能够成就 所以侄女代表着我们的真意 童子代表我们的真心 真心只有把这些 往事的所有的灵光 那个像一个糖葫芦 一个糖葫芦的一个串儿穿起来 那是一世的灵光 两世的灵光 三世的灵光 这个叫把贯穿 把它收回来 才能灵光圆满 这个灵光圆满以后 光是圆满不行 它要 在今生解成功德里 功德不圆满 你不能够成活 解成功德里必须真意作用 真意就是那个六合立方体 六合立方体 这个在基督教里面 也特别重视这个六合体的这个结构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胎藏的部分 一个是金刚的一个部分 一个是胎藏 那胎藏里面就是说 在真意的作用下要化身 你只有化身才有功德力 你自己只是政府不斗 你不化身就是阿罗汉 你化身以后 然后你用化身出来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 一些殊胜的世间的因缘 你去跟它相应 然后在相应的过程中 把所有的这个世间法 都变成功德力 变成功德喊 那么是里面在做这些世间事物的时候 用道心去做 为道而工作 不为我而工作 所以正是你因为为道而工作 都变成功德了 就是你的这个 在我们楞严经中叫 圆成以心 在经经之处 律以成地 地是法门 没有这个心地法门 没有这个意义的作用 你只有心的作用 一十五成 所以是 整个的这个 为什么他的感受那么深 实际上他观出来的话 这种东西很细 那为什么很细呢 他说我 实际上找一个地方 只不过是把你的肉身 放在一个地方去 让带着你的灵上去 你当然就要穿过时空隧道 而不是肉身飞腾 是灵性要跟着飞腾 所以你看到 穿过一个洞一样的 飞啊飞啊飞啊 往上跑 跑到上面去 好像进了龙的肚子 对啊你进了那个 我们在那个地方把那个龙珠 这个启动以后 那个这条苍龙就把这个龙 龙珠吐出去 因为他只要吐出来 我才能把那个龙珠给他送到一针法界 因为他自己是地龙 他不能够生到天以上的 这个一针法界的层次 不能出六道 只有接入我们这些修炼者的身外身 你才能带着他的这个 带一颗立珠上天平 把他这个立珠 这颗龙珠带到一针法界 然后被一针法界的光 哗一放 然后龙珠下来 老龙 流下眼泪 为什么 这个帮了他其他的忙 他自己上不去呀 送不上去呀 连天他都不能够跨越 他是地龙嘛 但是你帮他得到了一针法界的那个无恋光 那这条老龙得了这个龙珠以后 整个龙脊哗啦一动 整个东龙 全部动起来了 整个中国的这条东龙 全部动起来了 那么当然他对我带着学生 就是感恩万分 他把你吸到他的这个龙肚子里 这颗珠子里面去造化 造化你以后最后他还要留个念性 他化成一个小龙珠送到你的嘴里 全吸性的 这颗大龙珠可以化成无量的小龙珠 只要有圆的众生 他都赐给你 所以是 那么这样的话就对你的这个修炼 就帮助很大 因为这一点东西啊 你炼上 可以说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万年都炼不到的东西 因为这一条龙 它是我上次跟大家讲 它是一万年的龙 它给你的东西 它就有了一万年的量级 所以我们正是这样无我的 去帮助这个法界的众生 法界众生给你的时候 那比你自己在家里 怎么喷啊 怎么练啊 怎么去捞这个树上的气 捞这个水里的气 金木水火土搞来搞去 那个名堂 小得多了 所以大家要怀着一个 无我的心 众生为众生为道而来 不为自己而来 那这个时候师父们 慈悲大师 他在给你这些宝贝 然后供你去成道 为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缺的就是一些 修道者 缺的就是真正能够成道 我们新世纪不是一个张鲁生 各一遍成功 而是千千万万的 所有的众生有缘众生 都可以一生成就 但是需要导师 前期一定要练出一批 至少三百个 能够能够站在这讲 能够引导着大家去采龙珠 你引导着大家去踏龙穴 这样的一批真修是真 但是你必须把内功练出来 就是命功你不修为进去 你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 所以是这个分享 借着他的分享给大家点 这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是真实的 是法界的 他关到的 是相应的 所以给他一个掌声 好 非常感恩老师的赐教 所以让大家赶赶出 好不好 下一个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金冠 金冠大哥来了 感恩大家 也同修 我之前跟刘尼分享 我们这一次的修行之旅 就好像来 吃一餐 灵界的餐 第一天是我们先开胃菜 水果四天 我们去采盘 第二第三天 我们前菜 吃了一个前菜 所以我跟Toni讲 前菜吃完了 我们就是吃 主菜 这一趟主菜是 真的是有点 吃了进去真的是有点 不 超股 超股 OK 所以 这整个里程 拜了 四秒过后 进了山 进了山 第一天 看老师走得也蛮辛苦 OK 所以我一直跟在老师后面 之前 我 来之前 或者是 我忘记我来之前 还是来了过后 我就 有一个 观想 坐在打坐 突然间想到 突然间一个形象 老师会跌倒 OK 所以 我 上山的时候 非常 靠近老师 因为我观想到老师会跌倒 真的是 到一个 一个场的时候 一个 阶梯的时候 老师不小心 往前 跌了一脚 OK 那个我说OK 还好 OK 这个是 马上观想的 还有 第二天 你们在 上面 云露中 嗯 我也在云露中 我走了上去 是准备看 有没有地方可以 可以走上去 OK 你们好好坐下 好 走了 早 早 找人过要再找你们的时候 看不到你们了 OK 所以 看不到你们过后我就 一个 念头 OK 我该 两个 我该 这几天我还是会想到 我该上去还是再来 OK 后来我决定一下 当我下来过后 可以进去那个 圣灵过后 给你们分享了 那个 熊的故事 是 但是 在那一段路 我曾经 我 有一个念头 我是不是走错路 这段路是走错 然后 第2个念头谁还听 有阴跟阳吗 过 gold 他是在讲坏 也是这个 Code 他们在讲坏 是阳神在讲坏 那么 我 我就 我就念孔雀冰王宗 等下我就想,嗯,这个是东龙的 这是密教的龙珠点 孔雀冰王宗好像,可能 是不厉害 我就,嗯,OK,我就忏悔 我就,嗯,sorry,sorry 然后就一路上 就一路上 都有一段 每走一段路都有一个指示 OK,往前走 所以 以修炼的方向 这一个就是 一条道路 所以,嗯 这个是 昨天的 下来那场雨 过后,得分享 还有 昨天 昨天在酒店的时候 通常是 我比他早睡觉 我躺下去,噢,睡觉了 但是昨天 我身体很热 整个身体好像是在 发烫一样 我叫他冷气开低一点 开低一点,噢,躺在那边 又是睡不着 所以,嗯 后来就,OK 既然睡不着,就起来 把,把,把,把那个热气 转进去,呃,那个 烏火,那个,呃,火龙柱里面 火龙柱里面转 OK,所以我就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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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练好,还好,可以 还好,可以 没有,其实牛肉也是 黄西乌西 在黄西乌西 OK,所以,呃 我想,这个是真的要感谢 感谢你们 在那个雨中,你们念的佛龙柱 吃了一定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非常感谢 OK,嗯,还有 刚才在车上,嗯 嗯,Jason Jason, Jason 不知道那个 资源,资源问我 资源讲,以前 哇,我整身很热耶 很兴奋耶,睡不着 他讲,嗯 他也是有失恋 所以,他修了有很好的一个 很热 怎么办 让我跟他分享 如果你很热 太过精神的话 就把你的那些能量 转进去你的火轮柱里面 然后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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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然后以后可以来用 我就跟他分享这一个方法 希望我是 这个就是这一次 我的东方之旅的小小体验 这一次体验其实也 我的愿望 在修密法的时候的愿望是 要来日本 一直都没有机缘来日本 这一次老师带来日本 见了空海大师 那个时候我实习密法是东蜜 所以 真的空海大师 了解了 东蜜的一些东西 一些密法 所以我想 应该邀请老师 继续开东蜜的课 东蜜的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多分享 然后希望老师可以开更多的课 让我们就是生活了 对不对 真的 我纠正一下 这个不动蜜王是不会找你们算账的 不要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大件事 所以要跟大家纠正一下 这个所有的达到冥王层次的实际 都是佛母级的人物 佛这个层次的 他不是一个像金刚啊 或者是这种的 我们说天神这个层次 那天神层次他是有脾气的 因为他特别是六一天的天神 那么他还有很多的欲望 希望吃你一根香蕉啊 要给你两根香啊 什么的这个 那么他有这种欲望的 你要没有的话 他可能会得罪他 那么这个一节天的天神 到四节天 他希望你多跨点他 说我多么美啊 我多么水啊 那你要跨点他 这个就OK了 没有东西吃也OK了 到了五四节天 他的这些神界的师父们就 基本上不再跟你说起任何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四根玉的这个追求方法 只是希望你能够跟他一样的 在四空定里面 他就欢喜了 赞美他的四空定 那么他就有了比较欢喜 所以他还有一个是念心在 那么到了这个 再往上的话 过了天界 到了一针法界的师父们 无求无欲 看到巴罗哈已经到了金刚 那他要动他就堕落了 他就染了 所以是到不动明王 这些五大明王 都是佛塞于沙禄的水 所以他不会责怪任何的人 那为什么呢你进不去 实际上这不是佛塞的问题 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实在障碍 因为不动就是你的本性 实际上你没有进入自己的本性 当你进入自己的本性的时候 你既是万物 万物即是你 你就是任他是一体的 你不能够接近他 那就是两体的 不动弥王他真正的告诉你的 是你跟法界的所有众生是一体动 叫不动中 而生万有 就是阿字本不生 但是不生是他那个本体不动 不动中 他像一张纸一样 纸不会写东西 但是你写上任何的东西 他都觉得很美 他都会赞美它 所以但是那张纸不会动 你把那些写的东西再擦干净 它又还原成一个没有被染污的 干干净净的一张纸 所以大家要知道那个不动的 你把民王的那个信是你自己的本子 你要自己去证悟 你才能跟不动民王相应 你不能证悟是自己的问题 那就是叫知见地知 世卫不明分 就是索字帐 刚才美瑞分享的很好 但是索字帐要打破 所以宗教都是好的 尤其各大宗教保留了我们传承的 很多的秘点的东西都使之不坏 使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首先是肯定宗教的功劳 那么其次就是现代宗教 我们是说现代派的宗教 现代派的宗教立门墙立的代言 弄起司徒墙把你关在里面 说这就是我的宗教 这就是我的罪案 实际上自己被他居住了 但是没办法词读墙 词读墙是什么 贪 称 吃 义 贪 吃 吃就是义 称 因为你有宗教的对立就一定会有成分 我的好的 他的不好的 你说你的好 别人也说别人的好 你就会有成分 那么就惹起这份信 还有一个疑 就是怀疑 怀疑 实际上我们的自信是 进行空 变法 结果 无福 是 上帝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 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植物 动物 都是上帝创造的 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 都是你创造的 那你告诉我你会爱哪一个 你会不爱哪一个 有一个孩子特别的不孝顺你 你会不去爱他 作为一个父母 越不孝的孩子 你越挂心他 反倒不会去指责他 上帝不会不慈悲 那些不再信他的人 否则他就不是我们的父了 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 不会说只救自己的孩子 不救别家的孩子 说佛教都遇到难处的时候 圣母玛利亚不去救 耶稣基督不去帮 这是谁干的 这是自己的一个帮派 后来的宗教帮派 为了怕别人抢他的信众 把弄一些墙把你关进去了 你要知道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要把这个支箭打破 但是打破这个支箭的时候 你越法地更加尊重自己的宗教 更加爱自己的宗教 因为你发现自己的父真的很伟大 不是自己的孩子他都爱 何况都是他生的 上帝创造的万物 难道佛教徒不是上帝创造的吗 哪一本书告诉你 你上帝专门创造了自己的信众 还创造了另外一些异教徒呢 没有一本书这样记载 要从这个方面去真正的去提悟 这种大爱 这种不二 这个法界一体 只不过是我们在东方叫水 西方叫water 名词概念的不同 但是本质还是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拿出那个东西的时候 法界那个东西的时候 所有的万法归宗 归而归一 是一体的 不要被自己的支箭去舒服 所以不是不动民王 你得罪他了 他整理 让你不能动的 让你不能去外 不管是你自己的支箭 在 这个 固住你自己 不可以再去 心里不可以前进 要把这个支箭打破 因为无我了嘛 无我了 哪里还有我的宗教 要无我 包括这个 天主教基督教的牧师 每当他做大的宣告的时候 就是 我记耶稣基督 我记圣母玛利亚 我记上帝 这个时候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必须不是张普生才可以 你必须不是那个牧师才可以 否则你就是张普生 你就不是上帝 你就是张普生 你就不是那个牧师 你就不是那个神父 你就不能启动那个法身之力 所以是上帝 耶稣基督成圣了以后 耶稣基督即上帝 上帝即耶稣基督 是不二的 是一体的 我与父一体的 所以是当一个牧师 能够宣教的时候 他说这句话 我以上帝的名义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以圣母玛利亚的名义的时候 你必须无我真空 但是现在没有人教的 怎么样去无我 怎么去真空 所以他们也在那大言不散 说我代表上帝 我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我 然后我现在以上帝的名义 赶这个鬼出去 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但是他还是张普生 他没有我 他没有真空 所以这个时候 法力没有 为什么 法身不在 法身就是上帝 法身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当你真的无我的时候 法身跟你同体的时候 你启动了自己的法身力 当然就有法力了 当然你就可以去鬼了 当然你就可以做那些 是实俗人做不了事情 大人如来法 也就是这么一步法 就是说 当你既是上帝 上帝既是你 上帝就是你的法身 法力就由你的肉体展现 你就可以真正地帮助那些信众 所以要从这个地方去体悟 体悟万而归宗 归而为 你就把大人如来当上帝 你不要叫他大人如来 你见大人如来像的时候 你就跪他 跪上帝 你就拜他 拜他上帝 你见到不动明王尊的时候 他是你的如来本性 他也是你的上帝之光的本体 你就拜他上帝 你就拜他去了 你就相信我 不要非得把它换成一个不动明 比方说我也带上门的传承 那么我在拜大人如来的时候 有没有叫他太上老君 没有 照样叫大人如来 OK 那大人如来既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既上帝 你怎么叫他都可以 你只能认他就OK 所以你叫张布生老四也好 你叫那个家伙也好 那个混沌也好 你只要肯认他都可以 都好用 不必要非得叫什么师父啊 老四啊 那么宫敬的不一样 你只要认他学的 什么不叫都可以 他就是这么一个心 他就希望你获得那个东西 他那个贱 他就是希望都给你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他很贱 他不尊贵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大人如来 这才是真正的上帝 这是真正的父 他不希望你说 你给我十块我就给你一百 你给我一百我就给你一万 没有这种交换的 父亲跟孩子绝对没有交换的 所以说大家要从这个题目上 这些法界的一体的师父是一个 大人如来 他也不会只度佛教徒 那么老子单上老君 他也不会只度道教徒 否则他就不是圣 他就是个凡夫 他有称赞心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管 那就不是圣子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教授老师也是在课堂上说的 水跟water的那个比喻 所以大家不要太执着于他的这个心态 好 下一位我们 请我们的Tony大哥 辛苦了 谢谢 来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好朋友们 先说一段姻缘 就是怎么样子跟我们老师接上缘的 就是之前的时候 有位黄建宗师兄 是我们园决中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的师兄 他在 我那时候人在日本 他用微信 他发了一个 他想说 我想推荐一位老师去拜访师傅 然后你可不可以去安排一下 那时候我人在日本 然后我就赶紧去联系了一下 我们园决中的基金会 然后也了解一下我们老师的行程 后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师傅的时候 只有星期四的下午才有空 后来的时候没有接上这个缘分 那我在28号的时候 人在日本 29号回来的时候 就跟老师见面 见面的时候 那因为老师 我知道 我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黄建宗师兄 也传了一些老师的资料 我就知道说 老师在整个中华文化方面的时候 有非常深厚的羞耻 所以我就带领老师呢 一起去了这个故宫博物院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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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很多的转字 看到这个转字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来 我告诉你 然后说 你看这个转字里面的时候 什么是中卖 然后什么是从这里完工 然后下来 然后一个一个地方里面的时候 包含了说 转字 包含了语气 有好多地方里面的时候 老师都指点我说 这个就是在古文化里面的时候 都是修行人 都是有修念的人 所以不管是他的器物也好 或是自体也好 都是说来自于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是有修持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到现在 我们受到物质主义 我们影响了很多很多 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的肉体里面的时候 所想的就是贪嗔之难度 那可是在远古以来 一些时候 在不管是我们再次 这个过去的姚舜 他们能够作为帝王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练家子 根本就是一个修行人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时候 就是远离了道 越来越远呢 那我们又OS的时候 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之前我没有这个缘分 那后来我们跟老师 有一个机会在台北这个书院 一起结缘以后 我就很好奇 很好奇 后来老师说 你来一下吧 后来我就把 9月8号的一个团给推掉了 推掉以后的时候 我就非常用欢喜的心 然后我问我自己 在前一天的时候 我还问我自己 我说我来 我要做什么角色 然后后来我说 我们老师是唐觅 有很多年的修持 跟我本身的时候 是在这个 藏命的这个部分里面的时候 也修持了很多年 但是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里面的时候 有好多的语言跟心念可以互相沟通 从决定来说 我们富士山的第二天 然后那个下着大雨 然后我已经受不了 然后我就开始心念里面的时候 我就是说 老师可以了 老师可以了 结果老师无动于衷 然后我说 老师是不是明天才会结束呢 老师也没有这个 给我一个message 后来的时候 我说老师 那我就跪下来求你了 现在的时候 我发觉的时候 有些人的时候已经在发抖了 那老师OK 但是学员可能 因为我们能作为这样一个 这个盖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心念常常不是为自己 会考虑到所有的人 那大家的安全的时候 才是我最清楚的事情 因为如果anyway 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要赶紧去联系的 去送医院等等 我关心的事情 后来的时候 那已经不是我在羞耻 我最关心的是 其他人的时候 在发抖或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万一有情况的时候 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心里面一直在想着那些事情 所以我就说 老师我求您了 但是老师站起来 结果老师站起来 我也站起来 但是老师说 眼睛看起来 这个人怎么也站起来 那个时候我想 老师已经知道了 OK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看万法同源 还有就是说 当你的心念 保持了一个那种非常 清明的状态的时候 心意是会想通的 那我就觉得说 我们OOS的好朋友们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个人的灵性都很强 那我在整个场局里面的时候 不管是来自于说 我们大自然 我们的这个融穴 或者说我们彩龙珠 你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老师的教导下里面的时候 那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们的时候 那种灵性呢 就很自然就会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如果人生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一种 日月明的明师 在我们的身边里面的时候 太棒了 因为那会节省了你 到冷身冷室里面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障碍 一步就跨过去了 所以非常非常恭喜 我们OOS的好朋友们的时候 你们太有福报了 非常恭喜 那我能够为大家服务呢 我也觉得说我太有福报了 那有一个机会的时候 跟我们老师结账员 我再次的祝福大家的时候 修行一生成就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Tony大哥 哇 这次的旅程 真的是我们的Tony老师 跟我们讲过 哇 大家真的学了 有没有学到啊 有 幸福自己才啊 来 谢谢我们的Tony大哥 谢谢我们的Tony大哥 那下一位 我们请我们的嘉玲大姐 我们最圆少的 可是唱一句话 是一句话 是一句话 来来来来 你要讲两句话吗 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 好 我虽然是最领臟 可是我都觉得我自己很轻 我很荣幸 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跟OOS 这个修行的同队 一起来日本 那我也感谢Tony老师 Tony先生他接引我过来这样子 因为刚好我刚儿子自言 他跟彤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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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宇宙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 我不太会讲话 讲话有很多 然后就是 在日本我也感受蛮多的 因为 我 本身我小时候 我就会有一点 很敏感 敏感这样子 然后 所以我在 就是这个 一个 妙式跟那个 黄雀的时候 我也看到很多画面 可是 因为我们 觉得就是说 所有的 像都是希望 都是希望的 都不能去跟阿姿说去看 所以我 没有很特别的觉得 不过最后 我看到老师就是 每次他在 招请 这个 所有的 这个 十方国的时候 真的是一层一层的 佛陪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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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在 佛陪萨的时候 真的是很多的 众圣 都会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上课 所以我们在上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不是只有我们三十个人 是很多很多 我们旁边都是 所以我觉得说 阿姆说是 我也挺高兴 给你这个 机会来 谢谢 谢谢 赛华斯 希望 谢谢我们来 嘉丽大姐 希望下次的修行之旅 可以跟我们 在一起来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邀请 Nil Nil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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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m just sharing with you how it's affected and the sort of journey If I fast forward to this trip each trip I've been on I always learn a lot and it sometimes takes a few days for it to all sink in but all the places we've been to because I know Shifu and I trust him he only takes us to good places so he always finds the points and whilst it's nice we're in a different country you have to focus on what Shifu's doing all the time because he'll be connecting I can't do this and then you follow it and as soon as you walk into the Meridian line BOOM I get connected and I've not had to look at my nose I've not had to do all that actually BOOM and then you go and stand close to him and then stand out and I can feel the field and feel that so all the temples which I can't remember all the names because I'm if they're in English I'd remember but all the temples we've went to have all been very special and I've had an experience I get feeling I get good connection the hardest connection was on the mountain yesterday and I think we all struggled a bit there and I was just convinced well I asked myself are we in the wrong place? and then I thought well no Shifu can't be wrong so I just imagined that my the whole mountain the whole Fuji was me my lower dantian which I do struggle to heat up it's very hard to bring the light in and I struggle with that one I feel the up half of my body but the lower half I struggle with so I was shivering I thought no think of the practice so I tried to bring the light in and I went through a few practices where we charge ourselves up and I got a little bit warmer and I got into the drunken state maybe only for five or ten minutes but then I thought this is right there must be a huge battle going on because each time I got a connection I felt the wind come even more and the rain was horizontal and I was just I just held my ground and a bit like Tony was saying please can we go but I threw that thought away because we're here for a reason and I don'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so that got me through it but my connection was extremely weak was my experience and that was the weakest connection I've had and then today was a short walk and as soon as we're into the forest I always pick up the energy of the forest as we're walking through so I know we're on the right path so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all of you actually for being so kind to me because you all have to switch Channel 5, Channel 8 and I know that's a bit of a pain at times but I thank you so that's my sharing of this trip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one Thank you so thank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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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k you You know 冬龙之旅 来帮助大家一起提升我们的能量 所以我们接近修炼之旅的尾声了 所以非常感恩大家的参与 好不好再次给自己一份热烈